為了便利這些內地的港人投票 我們已經積極研究 也都相信一定會做到的 就是一種特別的便利措施 投票站將會設在我們的邊境管制站 而且是那幾個已經關閉了的邊境管理站 因為我們不想在一個還有人員往來 正在用營運的邊境管制站又做投票站 所以就不會在深圳灣這個管制站那裡來投票 考慮到防疫的要求 整個投票的過程是閉環式的 就是說在當日過來 在香港的管制區裡面 這些特設的臨時的投票站裡面投票的人 是不可以離開那個站 不可以走入社區 一定在閉環式的投票之後 就馬上截返內地